這個減關稅必然的 必然的了 因為美國其實過去這段時間 正在承受挺高的通脹的 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內地的一些中國貨 去到美國的時候轉嫁了消費者身上的 這個其中一件事 另一件事是大股市 美股也不是很好 因為加息的問題 所以它也要解決結構性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關稅 所以相信城市的機會非常大 我想那個幅度也會比較廣 其實德昌電機 敏實這些都一定是 是受到取消關稅的一個比較好的影響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還有不少的 譬如天弓國際8.26 它本身做很多突降的事情 合金的事情 其實天弓過去都是某程度受到關稅影響的 當然它其實很大程度就轉嫁回消費者身上的 這些正正就是美國是不想看到的東西 所以取消這些關稅來講 絕對是一個很大的可能性來的 而除了天弓之外 有些汽車相關的股份 譬如是1316 內西特 這些都是以外銷為主的 當然了 浙江細補這些是內銷比較多的 而汽車零部件來講 內西特1316是外銷為主的 這些都會有間接受惠的 所以你看到其實他們的股價都是低位見過之後 慢慢都做好一些 包括8.26都是 1057 那個浙江細補 更加是見到過去一個星期 連續都是上升的 這個跟汽車有相關的 其實這類股份其實我們都可以留意 其實內西特近期都不是升很多的 在4元見過低位穿一穿之後 就上升了 現在來說 其實今天最低在4.53 而前日收4.52 其實這些位置4.5人錢 都是有直播率的 因為它在這裏橫行了有幾天 我覺得你可以慢慢細注 細注去後刻都可以 在這裏橫行了 即刻申請了